在我国古代有许多财富出众的儿童,被称为神童。 在战国末期,就出现过这样一位神童,他十二岁时就出使他国,拼口台为国家得到了十几座城池,皇帝破例让优小的他当上了相当于丞相的职务,此人名叫甘罗,战国时的楚国下菜,金安徽营上人,从小聪明过人,是著名的少年政治家,甘罗也是古代有史记录以来最年轻的政治家。 他祖父甘帽,是秦国一位著名的人物,曾担任秦国的左丞相,甘帽去世之后,甘罗年纪十二岁,小小年纪的他便拜入秦国丞相,为姓侯吕布韦的门下,任其少数字,也就是一位财客。 当时,掌握朝政的吕布韦小林燕公兆,打算派大臣张唐出使燕国,张唐认为,出使燕国,要从赵国经过,赵国会杀了自己。 所以他借故推辞,吕布韦无计可施,甘罗自告奋勇,愿去劝说张唐复任,吕布韦说,我亲自出马,她都无动于衷,你一个小孩还有什么办法? 甘罗说,不上我试一下,您怎么就能认为我做不到呢?吕布韦同意了他的请求,甘罗见到了张唐后说,当年卓军想攻打赵国,可白起阻拦他,结果半局在林咸阳七里处绞死白起,现在吕布韦的权力比半局大得多,你不服从他的命令,看来你死去不远了。 张唐下的只好统一出世约国,甘罗回来对吕布韦说,我已完成劝说张唐的任务,请军侯替我准备五辆马车,让我先去赵国替张唐打通关节,吕布韦进攻把甘罗的请求报告给秦始皇,秦始皇召见甘罗,统一派他前往赵国进行游说,甘罗正对赵王担心秦燕联盟进攻赵国,他说,秦燕联盟只想占赵国的和解之地, 如果您把和解五成割让给秦国,我可回去劝说秦王断绝和燕联盟,此后你攻打燕国,秦国不会干涉,你得到的就不止五成了。 赵道湘王同意了甘罗的建议,把和解五成的地图户籍交给他,甘罗靠口才满载而归,秦国不费一兵一卒,而得到和解之地。 后来,赵国有恃无孔的进攻燕国,夺得上古三十六座成义,又让秦国得到其中的十一座成义,这样秦国共得到了十六座成义。 甘罗回到秦国后,秦始皇封少十二岁的甘罗,但愿让秦相当于丞相之职。